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1月7号星期四 今天得到的消息 刘强东因个人原因 请求辞去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 那么政协常务委员会经表决后 接受了刘强东的请辞 那么说实话 首先我觉得从名义上来讲 是刘强东辞去了全国政协委员 但是说白了 刘强东实际上是被开除了 只不过大家就是说面子上好看 就跟刘强东说 你要不你辞职 对不对 你辞职大家更好看 刘强东那怎么办 你不辞职我们就开除你 刘强东说我能不辞职吗 说你可以不辞职 你要不辞职我们就开除你 你说你看你是辞职 还是我们开除你 你选一个 刘强东说我还是辞职 刘强东就辞职了 原因的 当然有一部分是刘强东去年 去年来了美国来玩 就是说带着 我当时怎么说 就是带着老婆孩子 丈母娘来美国 高价卖英嫖娼 他那个角跟卖英嫖娼差不多了 我觉得说强奸有一点夸张 因为刘强谣家的视频 我们都看到了 对吧 刘强谣都是 挽着 挽着别人老公说 这边请先锋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属于 就是说一个卖英嫖娼的 一个范畴之内 但是 即使是这样子 我觉得带着老婆孩子 带着老婆娘出来 嫖娼来 我觉得也是怎么说 不是太好看 但是问题在这 为什么去年 政协没有逼着刘强东去辞职呢 为什么是今年呢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串在一起想 今年有多少事 你想啊 马云辞职了 对不对 潘石屹在逃跑 而且呢 现在呢 本来是偷偷逃跑 前年就开始逃跑 今年本来是偷偷逃跑的 结果呢 被人把锅盖掀开了 对不对 整个给他曝光出来了 说他下 下边再偷着跑 本来想偷着跑了 结果变成名字跑了 甚至还有文章出来说 别让潘石屹跑了 文章都出来了 对不对 你再看王健林 王健林最近传言很多 甚至网络有传言 说王健林被抓进去 这是绝对不对的 王健林没有被抓进去 这个我们是非常有把握的 如果被抓进去 我们就第一时间报道了 我们还没报道 不要相信这种谣言 王健林现在人身安全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承认一点 他儿子股权被冻结了 三月份平台倒闭了 五月份 把自己的公司抵押给了他爸爸 然后到十月份 股权被冻结 现在到了十一月份 已经被列为了 法院被列为了 被执行的了 而且就1.5亿 王健林他们家 怎么会连1.5亿都还不上 你就想王健林这么大的家当 最后的1.5亿 现在还不上 你想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对吧 然后刘强东 你有没有想过 所有的这些 其实都有关系 我就说 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的经济真的出问题了 而且国际民粹在往前推进 很多人都受到了各种不同不样的 不同 不样的这种的这种 伤害和挤压 然后腾讯的老板 也辞去了腾讯其中一个企业的法人 对吧 然后联想的柳传志 也辞去了法人 是不是 罗隆号 现在被列为了 叫失信被执行人 有人跟我们说 说能不能别管罗隆号 叫老赖不好听 叫失信被执行人 说好听一点 我说没问题 对吧 我知道罗隆号 还是有很多粉丝的 我们就是说给他们的粉丝面子 咱们说罗隆号 被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 对不对 所以一系列的这种东西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经济的确确就是出问题了 对吧 刘强东现在也在被挤压 我早就说了 马云 如果没有人挤压他 马云是不会辞职的 55岁辞什么职 干到60怎么了 企业家巴菲特 李嘉诚都干到八九十了 对不对 那么刘强东现在也被逼的呢 辞去了全国政协委员 大家自己想 我还是那句话 The winter is coming 临冬将至 好吧 那这条消息呢 播放到这里 好吧 谢谢大家